大家好,我是科幣托Crypto 現在是台北北京時間8月4號晚上8點25分 這張單子是根據群組資訊做出來的 我跟你們拿到資訊的時間是一模一樣的 我都是在還沒有突破或者是還沒有失手之前我就告訴你 那張單子一樣,簡單 上升、三角、失手支撐、做空 最高好像可以拿到一個2%的收益吧 那我是拿1.多% 在15分鐘短線級別來說 這個收益也算還可以了啦 你看一下這幾張單子 我也是一樣,根據社群、根據群組的資訊所做出來的 還有這張單子 一天可以做出3張收益勉勉強強的單子也很不錯了吧 如果我們是富利 每天都有這種收益的話 一年下來會非常可觀 富利的效果 富利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BitGas是我用過蠻不錯的交易所 包括掛單深度還有安全性 它不會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系統性風險 如果你現在就入金加入BitGas的話 你可以獲得入金5%的體驗金哦 最近有些朋友啊 他會問我 科畢托的定頭策略是怎麼定頭的 它跟你現貨抄底是有關係的嗎 我可以先告訴你是完全無關的 我這些定頭就像存錢一樣 就存進鋪滿力嗎 只是我是買比特幣 你是存錢 那我們4年後獲得的收益一定是不一樣的嘛 你不會隨隨便便把鋪滿打破吧 各位 我存的是比特幣至少都要長拿4年啊 如果你是拿不了這麼久 或者是你很沒有耐心的話 那我就不建議你這樣定期定額 你要虧大錢的機率很大哦 因為你很有可能殺下來 然後你就把之前存的所有比特幣都一次賣掉 虧大錢 我們看一下15分鐘級別的短線 我做的這張單子呢 其實也是根據這個下降趨勢線 你看哦 我們在這裡都有創造出接觸點 依據我們交易的一致性啊 我們只要突破我就一定做多 所以我個人做多呢 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等一下大家想要看單子的話 我也可以拿給大家看 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就實盤演示一下 給大家看哦 我已經還沒有下單之前 我的交易系統就已經幫我規劃好了 我要在哪裡做止盈 在這個地方 他打到這個地方我就做止盈 因為我是做15分鐘短線的 我先畫出支撐阻力 欸突破 那我就背靠這個地方開單嘛 在這個點開單 止损放在下面一點 你看這個盈虧比哦 非常好 我每次開單我一定會算盈虧比 如果盈虧比不夠好的話 那這張單子我就不會做 那如果盈虧比夠好 只要看到突破趨勢線我就一定會做 我等一下可以給各位看 我發現一個非常非常關鍵 到底什麼時候要逃頂 什麼時候要跑 我之前在低位都有抄底限貨嘛 相信各位也都是清楚的 那目前呢 我們可以關注一下39,000 這個位置 大概在38,800到39,000 這是我們現在要挑戰的阻力 如果我們還可以順利突破的話 那多軍要再回去上42,000 衝擊42,000 都絕對是有機會的 各位可以關注一下我講的這個水平 我們接下來回來以太坊 以太坊呢 我們一樣嘛 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下降三角 我突破我就在這裡做多 我等一下也可以拿單子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 我的第一指引點呢 是在這個位置 2530 因為2530它是一個蠻大的阻力 以前是直層但是現在就變成阻力了嘛 我們每次都受到2530的壓制 你看一下 這裡 這裡 你假如每次到這個地方 你開空 背靠這裡 有點太亂了 不好意思 彈到這裡的時候開空 然後止損 彈到這裡的時候開空 止損 那你彈到這裡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開空 撥取一個向下的機會 那如果他吃到 你就 順勢止損嘛 是不是 盈虧比也是非常好 那我目前也是正在這樣子的一個多單當中 以短線來說 目前運行的還算不差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長線的 我們先回到一小時級別盤面 這邊有幾個比較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比特幣的一小時級別盤面 我可以跟各位明確的講什麼時候是撐不住了 這場戲演不下去了 我們一定得跑 大家可以看 36000到36500 是我們現在非常非常非常關鍵的重要支撐 如果這個支撐還可以被跌破的話 那很抱歉 我一定跑 我在下面超級的限貨 我一定全跑 在這裡超級的限貨 全部給你跑光光 如果我們可以切換到 日線 你就會更了解 這個位置 紫色區間 36500到36000 你看喔 我們這波上漲 是哪一根放出 巨量 陽線 這一根 這一根 所以 我們如果看到一根陰線 它把這根陽線吞沒了 並且放出了巨量 那很抱歉 我一定跑 現貨跑 而且我很有可能 會在反彈的時候 在這裡 開一張空單 這就是我目前的計畫 我們關注一下 比特幣會回調到什麼位置 還有以太坊 以太坊 我們要很關注2400這個支撐 如果我們還是一直撐在2400之上的話 那這一波回調 就 還是健康的 雖然它已經跌破趨勢線 但是我認為它還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我們跌破2400 那很抱歉 那我在下面超級的限貨 我在這裡超級的限貨 我就跑 各位如果有關注消息面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升級它 很快就會發生了 它發生的時候 通常 以幣圈來說 它都是利多出進的表現 那利多出進 它很有可能就是換來 相反的利空 很有可能 以太坊就會有一個更深度的回調 尤其是 比特幣它如果還是沒有反彈上去 還是顯現著這麼弱勢的情況之下 比特幣很有可能會回測到 還有MACD 都創出了 HIGH GERL 消息的話 我都會在社群 Youtube社群 還有群組 第一時間 來給各位做講解 我們最後看到 比特幣 優勢指數 一樣 我們先看日線 這個日線 我之前是這麼畫的 這麼畫 我把它當成是一個三角形 那它現在 也是 跌破了 我們原本在這個地方 突破 結果它 Soreback 它是一個假的突破 而且 它又 跌破了我們下面的支撐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應對呢 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把 比特幣 賣掉 然後換一些山寨幣 因為山寨幣 它會 比比特幣還要更好 我們看一下我之前 做了什麼樣的計畫 如果我們拉長線看的話 你看 我在這裡發現了什麼 是不是頭肩頂 這裡嘛 頭肩頂 再畫一次好了 頭肩頂 那跌破 我做了什麼動作 我在這裡做了什麼動作 我就把我的一些比特幣 換成山寨幣 那也獲得了非常好的收益 因為在 比特幣優勢指數下降 的時候 山寨幣它會比比特幣 有更好的漲幅 那上升就相反 我們就把山寨幣 全部換成比特幣 比特幣 它會漲得比山寨幣 還要更好 這個指數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它就是把 比特幣的市值 去 除以整個加密貨幣的市值 所得出的 你看 它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畫 如果我忽略這根針的話 如果我忽略這根針 那它也是一個上升蝦型 上升蝦型一樣 跌破 它的目標價格就在蝦型的底部 我們可以非常關注 比特幣對上山寨幣 這麼重要的圖表 會給大家很大的幫忙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幫我點個讚 我最近讚有點少 好 如果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幫我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 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後備行情巨石消息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接受我第一首的 精準分析 只會我說 到最後講tern езд房裡 可以獨自 volunteer pim元 都未來 快點 tapes KEVIN 我